民述记第三十三章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 在摩西亚伦的手下 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 记在下面 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 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 其路程乃是这样 正月十五日 就是逾越节的此日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在一切埃及人眼前 昂然无惧地出去 那时 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 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 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安营在舒戈 从舒戈起行 安营在旷野边的伊堂 从伊堂起行 转到比哈西路 是在巴黎喜分对面 就在密夺安营 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 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 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 就安营在马拉 从马拉起行 来到乙林 乙林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就在那里安营 从乙林起行 安营在红海边 从红海边起行 安营在汛的旷野 从汛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托家 从托家起行 安营在亚路 从亚路起行 安营在利菲定 在那里百姓 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 从利菲定起行 安营在西乃的旷野 从西乃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 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 安营在哈喜路 从哈喜路起行 安营在利提马 从利提马起行 安营在临门帕列 从临门帕列起行 安营在利拿 从利拿起行 安营在勒撒 从勒撒起行 安营在基伯罗哈 从基伯罗哈起行 安营在沙斐山 从沙斐山起行 安营在哈拉大 从哈拉大起行 安营在马吉西路 从马吉西路起行 安营在塔哈 从塔哈起行 安营在塔拉 从塔拉起行 安营在密加 从密加起行 安营在哈摩拿 从哈摩拿起行 安营在摩西路 从摩西路起行 安营在比尼亚干 从比尼亚干起行 安营在河哈吉甲 从哈吉甲起行 安营在约巴塔 从约巴塔起行 安营在阿伯拿 从阿伯拿起行 安营在以寻加别 从以寻加别起行 安营在寻的旷野 就是加低斯 从加低斯起行 安营在河尔山 以东地的边界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四十年 五月初一日 基斯亚伦 遵着耶和华的吩咐 上河尔山 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在河尔山的时候 年一百二十三岁 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 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人从河尔山起行 安营在撒摩拿 从撒摩拿起行 安营在普嫩 从普嫩起行 安营在阿伯 从阿伯起行 安营在以耶亚巴林 摩押的边界 从以耶亚巴林起行 安营在迪本加德 从迪本加德起行 安营在亚门迪比拉太阴 从亚门迪比拉太阴起行 安营在尼泊对面的亚巴林山里 从亚巴林山起行 安营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他们在摩押平原 沿约旦河边暗影 从伯耶诗末 直到亚巴石亭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约旦河 进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从你们面前 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 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 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 又拆毁他们一切的秋坛 你们要夺纳地 住在其中 因我把纳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要按家事年修 承受纳地 人多的 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 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拈出何地给何人 就要归何人 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 倘若你们不敢出那地的居民 所溶流的居民 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 泪下的荆棘 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 扰害你们 而且我诉常有意 怎样待他们 也必照样待你们 我说我今天 跟我们有点 我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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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茶